其實我自己去夜市 從來都不會買中韓國的起司熱狗 自己DIY吃起來 意味的還蠻清爽的 嗨大家好 這是肥波 今天呢厲害了 我們就為了向吃自己煮系列再度回歸 那由於現在防疫期間嘛 能不出門就不要出門 更不要說想去逛夜市了 所以呢今天就來給各位展示一下 如何在家中自製夜市非常常見的 韓式起司炸熱狗 做法相當簡單 但吃起來爽度極強 好的那我們就不要廢話 直接開組 按摩 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 我的熱狗大餐終於是搞定了 剛剛在油炸的過程 它上面的起司差點給它噴發出來 那我們先不要廢話 馬上來試個一口 確保起司還能夠達到一個 CANSA的作用 感受一下 等一下我換一支了 這支可能放太久了 我試一下這支 這兩支可能是剛才先炸的 我試一下中間這兩支 拜託大哥 賞點麵子 嗯 這就對了 不過說實際的 有CANSA跟沒CANSA吃起來是差不多 而且其實它這種厚切的莫雜瑞拉起司 那已經不是牽絲了 是整塊整條拉出來的感覺 來一口 不過意外的其實它這起司本身沒什麼味道 淡淡的起司鹹香而已 主要還有它上面的番茄醬跟黃芥末 所帶出來的酸甜感 然後你用撒糖粉 真的會差非常的多 其實我自己舉例的吃 從來都不會買這種韓國的起司熱狗 自己DIY吃起來 意外還蠻清爽的 熱狗本人終於出現了 就算這個還是有點CANSA的效果 沒有我覺得是因為我炸完之後呢 喬太久在拍那個畫面 所以它變得有點小凝固 雖然說CANSA的效果不怎麼樣 但我覺得還是蠻好吃的 我覺得以DIY的數據來說可以 整體味道搭配 個人呢絕對是給過的 有那種麵糊的香 番茄醬跟芥末醬的酸甜 最後上面糖粉的一點甜味 綜合起來 吃起來呢 就是一個還OK的起司熱狗trend 好了各位四隻四隻韓式起司炸熱狗 都被我通通解決掉 來個技術總結 首先起司快呢 你可以在Costco或是Jason Market都買得到 熱狗的話隨便都可以 然後個人覺得比較難的地方就是 沾好麵糊以後呢 到麵包糠的這個過程 塑形把它包得緊實是非常重要 不然你在油炸的時候呢 很有可能會遇到起司噴發的這種小問題 那當然呢 我們這個系列不是以教學為主啊 畢竟我們不是專業的 我們只是試著把一些想吃的食物做出來 然後吃掉的料理直播型系列 好的那這樣啦 那我會把基本的料理步驟 都留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一下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